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你聽得懂的話說給你聽 接下來介紹這些小事來賓 周家介紹的是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你好 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以及時事評論員羅旺哲 大家午安 好 一看小鮮帶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我們就講了 被Trump DPP 不知道昨天你有沒有來得及晚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昨天很多人在上線之後 趕緊去試 結果試到差不多 我記得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沒辦法試了 當機了 不好意思 大家來的人太多了 來不及能夠做這麼完整的預算 但是在此之前 已經很多人去做測試 也有截圖問問題 譬如問他說 請問一下黨主席是誰 結果他給他的答案是什麼 是國民黨是朱立倫 民進黨 這個賴清德一定不開心 說民進黨是蔡英文 那中華民國等於中國嗎 他就直接講說 是的根據文件內容 中華民國 哇這講講講講講 基本上他就是等於中國 那另一個部分 還有中國共產黨跟民進黨的相似之處 哇下面還真的是寫很多 寫說在一些不實訊息行動上 有相似之處 甚至連第五重隊都有人問了 好這麼多問下來 大家開始在講 第五重隊這個跟錢有關係 為什麼原因是因為他問他說 第五重隊有沒有 他說台灣並沒有真正的第五重隊 沈柏陽提到的第五重隊 因是假議題 我一個字不多 一個不思不少 我就這樣照著唸 為什麼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問題很大 原因是因為 沈柏陽先前他是黑熊學院的院長 黑熊學院他們現在辦了一個營 叫做第五重隊的辨識營 這個辨別營是要辨別第五重隊 那如果說這根本就不在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辨別營呢 好這一個粉專 這個是海邊稅稅念 他就說他已經繳錢了 但是他看到這樣的答案 他很不開心 所以他就直接問 到底你有沒有要還我九百塊 因為一堂課要九百塊 有沒有要還我九百塊 下面的人就開始講了 說這個AI沒有勸好 這個AI是不是脫離檔的場控了 甚至還有人做了一個比較酷手的圖 叫做他是一個不愛說謊的AI 好其實昨天這個議題 就在立法院裡面發酵 我們來先聽這段局訊 好民進黨的check DPP說 國會改革符合程序正義 可是我們行政院的覆義的文件 上面寫沒有啊 check DPP造謠嗎 不是造謠 他有的資訊是不是挺完整的 好有的資訊不是挺完整的啦 現在統一的回覆 我想是這樣 因為也有人去問到戴偉山 民進黨的發言人 他就講啦 系統機制未盡完善 我們會趕緊來檢討 好現在呢大家就講了 這個明明就是一個AI變成的BI BI啦 才一天而已 馬上就被人家給下架 火速下架 好但問題來了 這個check DPP 因為DPP就民進黨的意思 check DPP放上線之後 徐曉星很不滿 他就想問這個東西可以這樣子嗎 而原因是因為你一定是有丟一些資訊給他 他才會這樣回應嘛 他就講啦 竟然叫徐曉星是XXX 好這樣XXX的原因是因為呢 比較不好聽啊 我們就不把這個原話講出來了 所以他講問這是什麼可怕的思想啊 為什麼會教AI說這件事情 這是不是綠營黨公交的 這樣可以嗎 好甚至陳金輝則是直接講啦 說能夠還給國民黨公道的一定是民進黨 原因是因為他就是問了那個 國會改革方案 法案是不是符合程序正義 下面直接告訴你 是的 他符合程序正義 走了這麼多到這裡 大家開始在說了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check DPP的想法跟內容 民進黨告訴你是因為 網路上假訊息太多了 所以呢他希望大家可以直接透過AI人工智慧 來告訴你最真切的訊息 換句話說裡面講的應該都是真的吧 可是一天不到火速駕駕 網路上開始在想說 哇 這個是不是小編回文呢 還說了這個現在AI被他們使用 可是問題是用一用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他們想要的那樣 大家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請教仁俊哥 AI現在是很夯啦 chop DPP 其實就是學那個chop GPT 那個其實真的很好用 網路上的chop GPT真的好用 但這個DPP沒有一天又下架 因為有人說他是因為太誠實 不過老實講 這個技術到目前為止 還是在一個發展的階段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拿來做paper 或者是做一些正式的東西 還是真的奉勸大家要認真檢查一下 因為他有很多的東西 是來自於網路大數據裡面 他去搜尋而來 這些當然有可能會被一些東西給引導 比如說你問的越詳細 他就越會給你一些資訊 越達到你想要的 所以你設了不同的 這個所謂的關鍵字 或什麼給他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可能會讓他引導到 你想要的那個方向 所以你看有些這個以前有 之前有傳出來說 學生要寫論文有沒有 寫什麼paper 然後就把一大堆資料輸進去 然後跑出一篇深層一個報導 但現在就回來了就是說 這些東西有沒有可能會變成 像今天的這種大家看到的那種 就是這種粗包 被認為叫做粗包 或者可能一方面 可能民進黨認為說這叫粗包 可能對於其他政黨會覺得 這不叫粗包 這叫誠實 吃了誠實豆沙包 這叫誠實豆沙包 我覺得差別還是在一個就是說 一個相關的資訊 因為你說他到底有沒有把關的機制 我認為他的這個所謂的 AI的這樣一個狀態 還是有一個把關的機制存在 所以你太過於激進的言論 事實上你發現 你打那個很激進的關鍵字 混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他會把你給引導出去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來看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人民的觀感跟感受來講 這東西是死的 我老實說文字的東西是死的 事實上這些言語跟文字 我們很常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常常看到 甚至在社群上面常常看到 可是只是因為他今天出了 在民進黨今天弄了一個 這個說那個DPP 然後讓大家好玩說 我們好像也是順應的賴清德說 要往這個AI 往智能 往什麼去發展 結果被大家射了幾個關鍵字 下去Google搜尋之後 反而跑出了這些 對他來講難堪的文章 所以兩天下架了 就暫時停止使用了 還好不是暫時停止呼吸 但是我覺得對於很多民眾來講 他真的還是想看到的就是說 不管今天的政治的立場 或是怎麼樣 今天握有行政職權的 其實還是民進黨本身 你去做這些什麼 什麼DPP 什麼挖勾 一大堆的這種東西 其實都比不上民眾實質 看到你在施政的時候的 那個實質的感受 這個有很多人是當笑話在看 我真的必須講 而且這個老實講 在LINE的群組上面做這個 民進黨也不是第一個 你知道第一個那時候在搞這些 我不知道算不算第一個 柯文哲 柯文哲那之前的選舉的時候 不是先搞了一個 結果我們想盡辦法去測試他 你知道嗎 結果小朋友問很多奇怪的問題 對不起 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 你可以再問一次嗎 結果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就發現到 有很多是在用這樣一個模式來做 所以我覺得老實講 宣傳跟文宣的這塊 民進黨真的很會做 在社群軟體裡面 你看民進黨不斷的找到很多 他的新的方向 然後我覺得這也要考驗其他政黨 因為民進黨就講說 你看他們有一段時間 大力的去鼓吹說 大家用那個吹有沒有 後來發現到不行 你一直在鼓勵大家用那個吹下去 的時候會變成同溫層高度聚集在那邊 所以你的宣傳都是只針對同溫層 出不去 對於擴大面來講 是有很大的一個難度 其實我那時候也滿好奇的 因為國民黨也出來開記者會 說什麼 他們主攻在什麼臉書 就合併把自己也綁死在 一個小地方裡面 所以我就講說 現在這些宣傳的手法 其實對大家來講 之所以會被廣泛運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都是破碎 而且片段式的 給你在一個短時間內 用極盡濃縮的文字 好像試圖告訴你一個事實 但我真的只能講說 它真的是事實嗎 它真的是完全嗎 民進黨今天鬧出了這一些 就只要被人家設幾個 幾個關鍵字進去之後 就發現到跑出來的文章 居然是對民進黨不利的文章 我也老實講 民進黨其實把它給停掉 說我暫時停止使用的這件事情 我其實覺得也大可不必 為什麼 你既然要推 你就讓它走 你今天把它淋死 把它關掉 不就是代表大家就是說 死了 現在說出來 對我不利 我就不要了 這個反而我覺得效果 反而是一個更負面的 反文宣 就變成就是好像 大家就是說 你們就是真的怕人家講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人做這麼一張 本來是AI 現在變成BI 我看到BI的時候 我還想一下 旁邊有告訴我BI 原來是台語 就是網絡上真的 就像剛剛仁俊哥講的一樣 有點變成像笑柄那樣來望著 真的就是個笑話 因為昨天我原本還興高采烈 想說我來試試剛好 你來得及是不是 我要去試的時候 已經盪掉了 我完全來不及 我真的要打開電腦的時候 不好意思 已經下架了 我看網路上已經刷一排 在笑這個東西 後來就下架 我覺得好失望 那個時候我們都在節目上 來不及 我來測試一下 到底他能夠彈出什麼花出來 你知道嗎 後來通通沒有 那這個東西坦白講 一般民眾其實一開始 也沒有在追蹤你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你出包之後 你反而被人家放大這個點 說原來民進黨在搞這東西 那為什麼要搞這東西 後來下架 你不就自打嘴巴嗎 看起來就是要搞思想 如果今天AI講的 大部分看起來 好像也有點道理之後 你為什麼要給他下架 因為他只想要讓 民進黨式的回答來反應出來 他沒有想到其他 這種AI人工之後 回答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會懷疑 背後是不是有公讀生在操作 如果有公讀生的話 那公讀生可能人家已經被FIRE了 那公讀生可能也辛苦了 對 所以我覺得搞這些東西 真的也沒有什麼意義 尤其昨天對民進黨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他們去花蓮宣講 結果後方 後院 機房失火 搞這個東西出來 你不就讓人家看笑話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尤其昨天佐龍泰 我覺得他也是一臉問號 他站在背信台上面 結果被廖先祥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也愣住了一下 趕快看一下有沒有什麼PASS 說可以怎麼回覆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太丟臉了 你看民進黨從這一陣子 不斷想要蹭AI的風潮 結果蹭到現在自己 你自己官網翻車 我又覺得很奇怪 你要蹭什麼 他今天講實話說 這個中國共產黨跟民主進步黨的 相似之處 人家回答說 的確有些不實訊息上 有些相似之處 結果你就把人家下架 這個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難道民進黨過去沒有假訊息嗎 對不對 今天如果這個人工智慧 只回答對民進黨有利的 誰要相信他 這樣回答的話 對民進黨也不是好事 今天民進黨 像剛剛林俊英哥講沒錯 就繼續讓他放著 如果講什麼做改進就好 你不要怕面對 你幹嘛今天這麼怕面對 他頂多回答一個錯誤的就是說 這個黨主席是誰 還回答說蔡英文 可能是前朝留下來的餘毒嗎 那個也真的很不對 那黨工怎麼會這樣 顏色不正確對不對 所以你被犯了也是剛好而已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說 民進黨搞這東西 就很像好像在洗敵人心的樣子 你今天不是在幫民眾做解答 你好像在對民眾傳教士一樣 結果對民眾說 今天你問我什麼 我就給你一個民進黨式的回答 然後即時的回答 讓你好像有互動的感覺 因為的確 現在在洗敵人裡面 民進黨的這些黨公子 在洗敵人裡面 比臉書上活躍太多了 甚至還可以轉發 轉帖文 分享一些什麼影片什麼 馬上還可以跟下面網友 資訊量很大 互動 對 這樣做對民進黨是好還是壞 目前看起來不知道 但問題是 你不能只單壓說 你對民進黨有利的訊息 因為現在的選民 認為你這個政治人物 而不OK 他要看兩個層面 第一個 看你有沒有公信力 第二個 如果你知錯能改的話 大家要給你更大的掌聲 那不是說你去硬拗 你硬拗的話 我跟你講 最後就是被倒打一把 好 但是我們要跟國民黨講 現在人家已經試過了 這個如果真的你要試的話改進 或者你就不要再試這個了 換一個路子走 國民黨現在怎麼樣 來看這麼一件事情 錫下明顯哥 其實我覺得民黨當然利用科技的技術 運用的算還不錯 可是剛剛大家其實一致的共識說 你這個到底是真的是 深層式AI 還是你只是文宣而已 跟你立場不一樣的說 這程式設計有問題 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認識很多學者 包括現在深層式AI 現在很多大學生寫報告 或寫甚至寫論文 都用深層式AI 我剛認識 昨天還跟一個政大老師 在參會的時候 他提到學生寫報告 給我用深層式AI寫 我用深層式AI改回去 就這樣子 所以他是有他的準確性的 只是說你變成說 你現在是說 搭上這個AI的旋風之後 你出來是真的是 用架設一個深層式AI 在教你回答真正的訊息 還是說他只是一個文宣2.0而已 我覺得他真的比較像文宣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凸顯 對民黨來講 他掌握科技訊息是很快 過去我們是這樣 我解釋一下 過去譬如說我們有電話錄音 在敗票的時候 電話錄音有些用機器人 可是如果設計很好的時候 會感覺說 變成跟你一個對話的方式 你會聽不出來 我知道你在說誰 對的話個人 還有譬如說像臉書 我們過去譬如說 回答訊息的時候 他會跟你對話 那個也是比較簡單的一個 AI的一個方式 現在是可以 可是你的內容資料是夠的 還是說政黨提供給你 現在感覺起來 好像說民進黨把它下架之後說 我聲音跟你不一樣 就完全通通下架 這才是有問題 第二個他是用LINE 他不是用生成式AI 用LINE的話有沒有收集大家的資訊 會不會變成說 就是說非然極律 你來上我的AI 才變成一個收集的資訊 所以這凸顯幾個問題 民黨掌握了執政之後 龐大的資源 第二個透過LINE 收集資訊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 面對在野黨講國會改革 民黨講說國會濫權 我覺得民黨還是要面對說 國會通過這個法案之後 這是過去民黨主張的 著是經費的問題 我覺得執政黨才真的要講清楚 因為昨天晚上 我們看了太多太多內文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那個中間的螢幕 有沒有一直跑一直跑 還有人問說 柯建民在國會裡頭抽菸 這樣可以嗎 DPP也有回答他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說要提供給 大家這麼一個AI生成機器人 是要來澄清假資訊 但是現在出來之後 馬上又說機制未盡完善 到底大家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那民進黨是真的想要澄清假資訊 還是要提供給大家 他們所認為正確的資訊 我們先進廣告 OK